这个就是里面的金融角色 两镜的办公桌 进入七堵旧火车站 映入眼帘的是 两镜看齐的办公桌场景 桌上不但有两镜看齐的 收据赛马券等 打开抽屉还可以发现 有两镜看齐最爱的 将棋及钢弹模型等 原汁原味呈现让人惊喜 这是钢弹 美女钢弹 这个 大家很熟识的 这都是钢弹 这一出在台湾热播 数十年的日本动漫 陪伴许多人成长 就用市长牛昌回忆 小时候看乌龙派出所 还会被妈妈念 很高兴当市长后 能让大家喜爱的动漫角色 在基隆七堵铁道纪念园区展出 乌龙派出所 从小到大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 不过说实在 小时候不管是看漫画 还是看卡通 都会被妈妈碎碎念 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 居然在我担任 基隆市长的任内 那这个乌龙派出所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这个日本 那第一次出差 就来到台湾 来到我们基隆 我想真的很高兴 那所以 所有乐爱这个动漫 还有这个 我们里面的人物 两金勘吉 主角 等等 我想要 借这个机会 一定要到基隆来走一走 因为只有这两个礼拜的一个机会 错过了之后呢 就很可惜 被市长形容跟两金勘吉 长得有点像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说 自己曾跟孙子看过乌龙派出所 很开心七堵能有这样好玩的活动展出 日本首站就在我们基隆的七堵铁道公园 那这边我也呼吁说 这些动画名的 尤其乌龙派出所的动画名的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希望能够细加待见 带个小朋友来这边 来我们七堵系的铁道公园 我们这边除了公园之外 你还可以到附近的我们的美食 还很好吃 蛮多的美食 七堵市议员候选人曾一方 则回忆国中时最喜欢的角色是 百鸟栗子 我最喜欢栗子这个角色 因为她人又美心又善 然后又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女性 所以我非常喜欢 以前国中一下课的时候 就会马上回家看 我们乌龙派出所 除了有两金刊及白鸟栗子 中川皈依及大鹤所长等 主角群立牌与妇科 东京都隔世署 归有公园前派所办公室场景外 现场还有扭蛋机 大头贴 树壁机等周边限量商品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更推出 乌龙派出所台湾出差五大景点集张地图 集满印章就可以兑换限量版净链明信片 除了在现场放置了一些等身的人型的IP立牌 可以跟大家拍照以外 我们还准备了集张的一个活动 市民朋友们只要拿着这个集满的五个张 我们就会有一个限量的明信片来相送 限量是残酷的 所以大家早点来 早点集完张才能够早点拿到正品 乌龙派出所基隆盗卓活动 从9月2号起展出到9月15号为止 喜爱两金勘集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 到七堵铁道纪念公园 感受爱制造麻烦又笑料百出的阿良魅力 乌龙派出 迎来哦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